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如今 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阅读习惯也不断发生变化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人们的阅读方式呈现碎片化的趋势 对于一些忙碌的上班族来说 要抽出大半天的时间去书店买书 或者去图书馆寻找自己想要的书籍 以保持深度阅读的习惯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方便市民借阅图书 是图书馆启动了飞歌传书服务项目 读者只要动动手指 足不出户就可以借阅图书了 那么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行 市民对这项服务的体验如何呢 市民曾女士 家住文藏附近 喜欢阅读的她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去图书馆借书的习惯 不过由于工作繁忙 有时好一阵子才去一趟 7月初 曾女士听说市图书馆开通了面向持证读者的便民服务 飞歌传书 用手机就可以下单借书 于是她马上就尝试了这项服务 曾女士告诉记者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她已经通过飞歌传书借了五本书 这项服务让她感到借书比以前方便多了 飞歌传书是厦门市图书馆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的互联网家图书馆 持有市图书馆借书证的读者 可以从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 挑选新银的图书 24小时线上下单 她要先关注那个厦门市图书馆的微信 就微信公众号 然后的话 板定她的借书证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飞歌库里面去找书 为了方便读者选书 是图书馆专门设置了飞歌传书书库 书库以各类新书 经典书 畅销书为主 包括少儿和成年人各学科类型图书 并实行动态管理 适时调整更新 我们去分析现在哪些书是热门的图书 然后我会把这笔书进优先级比较高 从那个流通库调到这个库来 再一个我们会优先考虑一些少儿类的书 因为现在也知道 现在很多家长 他对儿童的阅读 他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视这个阅读体验 但是他家长带小孩 他到图书馆来 他的一个付出的一个时间成本也好 可能是比单独自己一个家长过来 肯定是要劳累得多的 早上九点半 接着来到位于市图书馆一楼的飞鸽传书库 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对网络订单中的图书 进行查找核对包装 十点半左右 邮政快递EMS的工作人员上门取件 第一时间将图书快递到读者手中 读者下订单到收到这个包裹的时间 大概是24至48小时 那么图书快递到家里的费用怎么收呢 据了解 飞鸽图书的物流配送费用 三本以下运费只需三元 三本以上每增加一本增加一元运送费用 每人一次最多可以借五本图书 读者归还图书可以到厦门市所有公共图书馆 及分馆或街区自助图书馆办理 三本书三块钱 这个基本上就跟读者自己坐公交车 或者是开车到图书馆来 他的一个付出的经费的成本差不多 但是他更有意义的一点是 他省去了读者找书的时间成本 或者在路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时间成本 这样挺方便的 因为夏天嘛比较热 然后你想要接收的话 就可以直接收到 就跟网上买东西一样方便 这个方法也能促进那些 不方便来图书馆的人 然后能看更多的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深入开展 在厦门继流动图书馆 自助图书馆后 飞歌传书项目的启动 如同给全民阅读插上了翅膀 在给读者提供借书还书便利的同时 也提升了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 数据统计 目前厦门市图书馆 共有藏书270万册 其中飞歌传书书库配备近2万册图书 截止到7月30号 通过飞歌传书服务借阅图书的用户 共有1980人次 借阅图书3474本 飞歌传书是厦门市图书馆 互联网家创新服务模式的探索 它传递的不仅仅是图书 更是在服务理念上的转变 长期以来 对各级图书馆而言 每天按时开门 定时接受读者借阅图书 是图书馆向读者提供公共服务的固定模式 然而随着读者需求的变化 对以往固有的图书借阅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 是图书馆搭乘互联网快车 推出了飞歌传书的服务新模式 这个服务它的一个创意的来源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些在线的一些订餐 然后是网约车 互联网家各种服务的这种灵感 然后我们想说图书馆 是不是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下服务的创新 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思维 能够让全民阅读这件事情 能够做得更便民 更有它的影响力 飞歌传说服务模式的推出 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只要用新服务善于创新 公共图书馆也可以不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图书馆等于是主动出击 利用互联网好的一面 对吧 在这种传递呀 这种比较方便的一面 也延伸了它的服务 同时呢 就是说能够使得它这些书 有更多的读者 激活了这些书 激活了书 它有两个好处 就激活了那些两万多册的书 第二个呢 激活了读者的这个阅读乐趣 我觉得就把这个 做声做透 对提升我们全民阅读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很多字眼没被用起来 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字眼都被用起来的话 我们这个全民阅读的这种热潮是可期望的 接下来是图书馆还将不断完善升级飞歌传输系统 立中尽快实现读者建构图书优先借阅等服务 他只要说我想要借某某某本书 有一天他读者工作人员帮他找到这个书之后 他就会发现他会收到消息 您推荐这本书已经把您找到了 已经帮您贴心的放到您的借书架上面去了 您只要上去完成确认 这本书就会接到您的手里 相当于图书馆从过去的一个阵地式的服务 被动式的服务 我们变成了一个主动式的服务 精细化的服务 往这方面去做一个服务的提升吧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网友的留言 以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公共图书馆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市图书馆能够主动的延伸服务 让市民轻松的读到新意的图书 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不过目前服务对象还仅限于 持有市图书馆借业证的读者 而且还有借书证近三天 有图书超期或者押金不够 不能享受这一服务的限制 希望包括厦门图书馆等在内的有关单位 在实践成熟和榜样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完善和推广这一模式 希望飞歌书库能够不断丰富 还书能够更加便利 最好是能够推出一些个性化的服务 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的使机需求 好的感谢网友们的评论 我们稍时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飞歌传书对于提升读者的阅读数量 阅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在政府和社会的多方引导下 越来越多人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调查显示2016年 我省成年居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 为81.8% 较2015年全国平均水平79.6% 高出2.2个百分点 其中厦门以90.0%的综合阅读率 位居全省第一 除了公共服务部门之外 我是一些热心人士 也在为建设书香度的天专家吧 市民周易成自掏腰包20多万元 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创办了一家书屋 每天免费向居民开放 成为了涵养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社区文化驿站 在县林金泊水岸小区里 有一处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 它的外观是一艘海盗船 而船舱内却是一家书屋 因此被称为船长书屋 从每天下午四点开门 一直到晚上九点关门 书屋里的读者络绎不绝 这些有些书我家里没有 可以来经常看一看 增广下我的知识 看书 看书会增长自己的知识 增加作文的写作能力 还有在生活中的语言沟通 会有很大的增加 周易成是船长书屋的创办人 业余时间 他和妻子一起管理这个书屋 去年周易成看到书屋所在的 这处观景船一直闲置着 维护也没有及时跟进 想到小区有那么多的孩子 他和家里人商量后决定 利用景观船创办一家书屋 我们就决定来做这个书屋 把它打造成一个 以学生阅读为主的 一个学习的平台 我们的小区在六千多号 每一家基本上差不多吧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都在闪失积蓄 买的这个购买的这个房子 大部分每一家都会有小孩子 反正年龄 从幼儿院到一年级 到五年级都在这个阶段 这会想成他就是 愿意出职 自己出职 另外一方面 我们是情势过这个 社区领导 街道领导 他们都是大力支持的 去年五月 跟小区业委会协商好之后 周易成开始动手装修书屋 并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优秀书籍 目前书屋里已经有近五千册图书 周易成希望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 都能通过这间书屋 获得文化的滋养 为此他常常在书屋里 举办各种公益活动 有时还会邀请老师 开办手工课 国学讲座 像我们每个周末都有 拖换一部的话 这个小孩子 就是额同的一个定年 都常常都是爆满了 还有的话就是 我们周末 不定期的 会请一些致运者 给我们的学生 或者是家长 提供一些像 我们之前办过的 像美术的公开课 还有书法的公开课 还有请了一些老师 给做一些亲子教育的沙龙 以前没办的话 他就在楼下跟小朋友一起玩 玩那些跑来跑去的 然后办了这书以后 小孩子可以放学后 有一个好技术 可以在里面看看书 看看课外书 而且在里面跟小朋友 还可以交流一下 学习方便什么 变成有一种习惯的时候 阅读 更很好 有这么爱心人士 办这个真的是人 如果一个人在青少年的时候 没有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 然后你说大人了以后 他会去读书吗 更加不读书的 所以我想说 从这个地方开始 小孩子开始 拨下读书的种子 然后社会周边的这种氛围 不断地有这种读书的氛围 读书的条件 长大以后 你要叫他把书丢掉 他都不可能 对于船长书的未来 周一成有很多设想 他希望把书管理好的同时 还能够通过船长书的示范作用 带动其他有条件的小区 创办类似的社区文化意证 由于居民借书 看书完全是免费的 船长书主要靠卖一些文具和饮料 来补贴管理费用 与支出相比 这些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 当然我想打造的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在我们工艺里面的话 要让它能够持续 可持续 要有造学功能 我希望的话 通过我们这个书的一个探索 如果可以实现这种平衡 我们不要说是赚钱 就是能够平衡 让它能够正常地持续下去 那我想的话 我们你想想 整个厦门那么多的现在社区 都有这么一个很温馨的小书屋 那对我们的话 整个社会的影响 我觉得是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我们还在探索阶段 我们虽然有一些大的图书馆 有一些大的书店 但是我们有一点还是比较欠缺的 就是各个地方的社区书店比较欠缺 还有社区的图书馆比较欠缺 我们有庞大的小区非常多 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书店 书评人张云良认为 社区图书馆的建设 光靠个人的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必须得到物业居委会的支持 他本人也曾经跟所住小区的物业商量 办一个社区图书馆 希望物业能够提供场地 但最终并没有成功 因为他觉得把这个 韩产图书馆的出租更划算 他就一直没有给我打火 后来我的热情也就消失了 那我们实际上很多社区都有这些资源 现在就是说 最好就是说每一个社区 比如说有机委会 或者说物业能够提供一个场所 可能有一个五六四坪就够了 然后把它做一个阅读空间 应该有更多的 更多的小区站起来 腾出那些派做商业用地的那些房子 也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今后我个人是认为 因为民间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但是以后有没有可能 如果说我们是做社区图书馆用途的 政府也能够给予一定的资金的扶持 和政策的一个扶持 我想倡导全民阅读 不是一两家大的书店 大的书城的事情 应该是全民的事情 另外应该现在应该往下走的 因为我们高端的这个书店 已经很多很多了 图书馆也很多了 能不能就是说 拨出一些经费来 往社区图书馆走 往下面来走 只有在这样子 就是我们形成一个 高中低降的一个阅读的网络 我想说全民阅读才不是一句空话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留言 读读呢 它是一种素养 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的养成呢 它需要个人家庭 学校还有社会 共同的努力 来实现 我觉得读推广最好的地方 是在社区 在学校 如果能够在社区和校园 多设一些图书馆 政府可以一定的资金优惠 这样更有利于阅读习惯的培养 好的 感谢网友们的评论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开展全民阅读是提高国民自治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相信随着公共图书馆技术的升级 服务的完善 飞隔传书能够越飞越远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接地气的社区书 走进百姓生活 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让书乡应运社会的每个角落 好的 再次感谢在今天互动平台上 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4SR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